就是說 我一個封閉曲線 封閉曲線的電流是I 我放在一個磁場裡面 這個磁場應該是均穩的才行 不是均穩的不行 這個封閉的導線 它所說的磁場量值會等於0 也就是F的話會等於0 為什麼 我們現在來證明一下 因為我們知道的話 每一小線段有沒有 每一小線段是DL DL的話 磁場的磁力的作用是多少 DF 我們根據剛剛導線在磁場裡面所做磁力的話 是等到I DL close V 對不對 是不是 沒問題吧 好 那我現在把它加起來 就是每個小小的導線段 我先把它加起來 所做磁力 你先把它加起來 全部把它加起來就是積分 就全部加起來 那這等到F對不對 總力嘛 這會等於多少 I 那積分 DL 那因為那個V是常數啊 因為我們說磁場是均穩的嘛 所以就close V嘛 那你現在你看喔 這DL DL就是什麼呢 就是DL加DL一直加 那這些是項量相加嘛 那你項量相加轉一圈以後 頭尾相加就等於0啊 就是這個嘛 這個項量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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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項量 所以等於0啊 那這個項量一定要把它記起來 對不對 就是說一個封閉線圈啊 在均穩磁場裡面 所做磁力一定等於0啊